看起來 陳其邁的對手 不只是李梅貞 甚至呢 陳其邁的對手 看起來好像是他爸 他爸喔 如果看起來 李榮宗 看起來他的背景 哇 海派 地方角頭 綠的重用他 韓國也重用他 甚至未來陳其邁上日 也重用他 那這樣 這樣的一個女兒出來 角逐 陳其邁會好選嗎 來 你所了解是什麼 賀博恩 我覺得這場仗 絕對不是一個 所謂的 四肢挑軟的 絕對不是 我看到國民黨推出 這樣的一個人選 我覺得這場仗 陳其邁就是用這種 謹慎應對的態度 絕對是正確 絕對不能輕忽 我們看到 這個李梅貞 他是41歲 41歲 他就已經擔任 一二三屆的市議員 表示什麼 表示他背後 在地方 可能有深厚的一些 政商背景 那剛剛這個 賴瑞隆委員就講 要看他爸爸 李榮宗的這個背景 他爸爸曾經在 2002年到2006年 擔任高雄市議員 當擔任高雄市議員之後 他接著 他的女兒擔任 三屆議員 這個是很典型的 就是階層父親的一波 很典型的 所謂的正二代 那這個正二代 表示他地方 有他綿密的組織 地方有他綿密的人脈關係 再加上他本身是 所謂年輕漂亮的 這樣的一個形象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們在看 他父親李榮宗 除了這個擔任高雄 果菜運銷公司的總經理 坦白講 他父親能夠擔任 這個跨藍綠兩邊的 這個果菜運銷公司 總經理表示什麼 表示他在地方的政商人脈 也同樣是跨藍綠 也絕對不是說 鐵板一塊 我這個綠的就不吃 或藍的就不吃 我認為他在地方的形象 應該是藍綠同時 或藍綠都有朋友 這樣的一個地方政治人物 好 那這個我講的 還是在一般的政界 那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是 我們看不到的力量 比較隱形在檯面下的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也算是一股勢力 你看他在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號 高雄監獄夾持事件 大家回憶起來 這個就是高雄大寮監獄的 那個夾持事件 當時宣騰一時 你要想像當時的畫面 有多可怕 這個夾持而且勇槍 而且那幾個受刑人 幾乎到最後是變困獸之鬥 坦白講就是亡命之徒 很可能隨時會再出現人命 很可能隨時會出現狀況 但是李榮忠當時 是在竹聯邦遵堂的高雄分會會長 正立的親自清典 親自要求的情況之下 由李榮忠進去 那顯然他爸爸跟這個相關 竹聯邦跟相關這個黑刀背景 也是有相當的關係 大家知道 大寮夾持事件的時候 這幾個亡命之徒在裡面 那是生死交官 生死交官 你能夠想到的人選 絕對是你最是生命自交的一個好朋友 所以他第一個想到的是李榮忠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李榮忠那時候進去 你如果掉當時的新聞畫面 李榮忠當時進去 人家要那時候穿防彈衣 他說我可以不用穿防彈衣 我進去可以全勝而對 結果果然是如此 所以顯然 他跟這些黑幫兄弟的 這個信任關係 跟這樣一個生死自交的關係 這也不容輕忽 大家都不要講說 可是我們選舉的時候 不是都看這個 這一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的關係 你不要忘了 即使是黑幫即使是黑道 也一樣一人有一票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樣的組織 好 那更可怕的是 這個除了政商關係在高雄有之外 大家看一下 我們過去經常講這個農產品外銷 活出去人進來 好像韓國瑜喊的口號 這個韓國瑜講了很多支票 其實開的是空包彈 空投支票 可是有一些紮紮實實的這個所謂的訂單 是有誰簽的 就是李隆中簽線 我們看到農漁廠外銷 江蘇長州首簽五年共五億的訂單 這是訂單喔 這不是備忘錄喔 那當時是誰簽的 當時就是這個吳芳明當然在場 農業局局長 農業局局長 那林家唐的批發市場 就是中國方面的這個相關的代表 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高雄果菜運銷公司的總經理 李隆中 好 我跟大家講 而且旁邊那個好像是他女兒 這個就是李梅珍 李梅珍當時也有參與這個所謂的簽約儀式 就是父親這個有這樣的一個儀式 栽培一下自己的女兒 所以你可以看到李梅珍跟李隆中 這個結合起來 今天如果說陳其邁覺得說 我的對手就是一個41歲的這個年輕 年輕的女性 然後擁有高學歷形象 形象看起來不錯的這樣女性 錯了 除了這樣的一個外型之外 最重要的背後還有李隆中 這個橫跨 這個可以說是跨政黨 跨黑白兩道的這樣的一個勢力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選戰 怎麼可以清新 怎麼可以覺得說是穩贏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從這場補選 一開始的第一天 陳其邁用最戰戰精心 用最謹慎的態度去面對 這個絕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